专须温和地笑着说,进去看看,而后拉着小妖的手走了进去,张额店布置的富丽堂皇又充满喜庆的氛围,火红轻盈的娇嚣云纱,四天边的赤色朝霞一般,悬挂着斩斩明珠琉璃宫灯坐坠,廊下,门前,亭中,桥头,挂在不同的地方,就连张额店的水面都映衬得火红如霞一般。 正殿两侧,是牧林高手布阵,似是要将四季花木移植而来,锁过之处繁花紧促次第而放,脚下像是踏着火红的花海一般。 只见殿内装饰一新,红色的水晶珠连衣里倾泻,水晶连落,沙漫垂液,桌上燃着龙凤火红花竹,摆着各色糕点,食鲜水果。 空气中弥漫着若有似无的百花气息,芬芳悠长。 各种水晶灯镶嵌着珍珠和宝石,映着五色霞灰,光彩照人。 专须问,喜欢吗? 小妖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,喜欢。 哥哥,忽然觉得自己真的要嫁人了,如愿以偿,真的很欢喜。 哥哥只希望你开心快乐。 专须看着小妖的眸子,真挚地说,若不能拥你入怀,那我便放手成全你所爱。 小妖,我放在心底深藏视如珍宝的小妖,哥哥只希望你永远这样笑叶如花。 张额恭后,逆临深处,红云如火的凤凰树下,一个能坐两人的鞦韆架,静静等着她的主人。 小妖和专须两人并肩坐在鞦韆架上,看着漫天乱红,速速而落,随着风势,红雨兮兮丽丽,时有时无。 鞦韆架高高荡起,小妖群居飞扬,心内有着失而复得的欣喜,也有着现世安稳的幸福甜蜜,还有着即将嫁与挚爱之人的喜悦和满足。 小妖,你幸福吗?专须问她,小妖指了指天上,哥哥,你看就要满月了,想到这个旺日,我就要嫁给自己此生挚爱,我真的好幸福。 能够有你的成全和祝福,我更幸福。 哥哥,谢谢你。 专须带着分酸色,却也释然地笑了,眼中是发自内心的祝福。 那哥哥此生便守护好这天下,海燕和清,即天下全世,清静余生,守护你幸福一世。 中秋之月,几望日,张鹅殿,虽说张鹅宫也有服侍的老玉,但鬼方式还是专门派来了老玉,为小妖梳头上妆,据说是鬼方式的全府老人凡嫁娶女子,皆是由她亲自梳妆,娶多子多孙夫妻恩爱,幸福美满之意。 只见老玉一面梳头,一面说着吉祥话,一叔叔到头,富贵不用愁,二叔叔到头,恩爱越无忧,三叔叔到头,多子又多寿,再叔叔到尾,举暗共其眉,二叔叔到尾,比翼其双飞,三叔叔到尾,永结同倾佩,有头又有尾,此生共富贵。 而后,耐心地重复婚姻的每一个环节,以及要注意的事项。 中间专须跑来看了她一眼,安慰她别紧张,自己虽然不能跟着一同去送嫁,但婚姻之上一定会去,至于轩元王年事已高,高新王身份不变,由自己代为出面。 小妖明白,自古王不见王,这种情况下,又是当着全大荒士族,轩元王和父王不能前来固然遗憾,但好在湘柳会以星星进记录,有机会可以让他们再次观看。 旺日,细微的曙光破晓,宋卿队伍的云联落到了鬼猴城,还未下云联,便听到宾客喧闹声此起彼伏。 众人看到宋卿的队伍到来,纷纷起身。 小妖在侍女的搀扶下,步履轻盈迈出云脸。 一头华丽的朱翠,阴落垂流,珠光宝灰,硬衬的面容十分干净,但扫娥美眼寒春,肌肤圣血如温玉,柔光若腻,英纯点了酱红的胭脂,娇艳若低,塞边两缕轻盈的发丝,随风拂面,似青云出秀,一双碱水秋铜会侠灵动,带着些许出嫁的喜悦和羞涩,一席火红嫁衣以以礼拖地, 妖枝鸟挪不营一卧,美得仿佛不识人煎烟火。 鬼猴城前,铺了大片火红的地毯,香柳一袭红衣,红衣上绣着金色云纹,站在云脸前。 这是小妖第一次见到香柳一身红衣,硬衬得面如满月,愈发俊美,眉眼中的冰霜寒意进退,正温和地看着小妖。 香柳从事女手中接过小妖的手,握着她玲珑小巧的手掌,虽然曾经她不止一次握着小妖的手指导她见树,而此刻,她感受到小妖的掌心有了些许汉意。 小妖感受到胸腔内有另一颗心脏和着她的心跳频率一起跳动,是香柳在安抚她紧张的情绪。 小妖心下一暖,紧紧回握住了香柳的手。 二人携手并肩走过的每一步便有一朵赤金花朵绽放,比牡丹更显雍容,比莲花更显圣洁,长裙衣里也都沾染了花瓣轻衣的香气。 老玉同她讲过,这九层赤金莲被鬼方一族奉为圣花,取富贵天成,多子多福之意。 随着两人的步伐,李冠唱和着注词,名凤枪枪,腰桃灼灼,鸾凤和鸣,蓝菊亭芳,燕吕双愁,家偶天成,赤绳戏足,终身之蒙,终思眼庆,如骨情色。 众兵刻见到鬼方长老魁咒俊美无仇,五官精致不可方物,皮肤白皙如枝如玉,头戴金冠,一袭墨发如流云倾泻,气质端庄宛如天人。 再看西灵小姐资绒轻易绝尘,艳如桃里寒春露,娇似海棠卧秋水。 二人比肩而行,真是珠连闭合,资绒登队,郎才女貌。 有人低声议论,我看这位神秘的鬼方长老道与数百年前的房峰,备有几分神似。 也有人说,兴许西灵小姐对房峰公子旧情难忘,见着鬼方长老容貌相似,便护许冤蒙了吧。 还有人说,慎言。 那房峰家的数字,怎比得上鬼方长老地位尊贵,至于长相,有倒是自古家人木俏郎,或许这西灵小姐就钟爱此类俊俏郎君吧。 顾及到鬼方式的地位,又是四世家中第一个公开支持当今陛下的,也便无人敢在意。 香柳和小妖的在鬼喉城的正厅内举行婚礼,正厅内被布置的庄重典雅又不失喜庆。 在正厅官里的皆是鬼方式的志友亲朋,正中而坐的是鬼方式组长,专须以及高薪式王后。 小妖心头一喜,阿念也来了。 此时,李官正在唱名记录李丹,一个个名满大荒内的名字,一份份贵重稀罕的贺礼,凸显着这场婚礼的尊贵显贺。 王后高薪式,桂须水灵九十九湖,娇霄云沙九十九匹,西市灵药四十八香,玉山王母,盘桃九九十九坛,玉山玉隋九十九平,玉山穹江九十九平,青秋屠山市,东海明珠九十九湖,北极冰京风铃九十九串。 众人都不禁看了屠山族长一眼,婚礼前来的是屠山市现任族长屠山天。 毕竟今日成婚的西灵小姐乃是她曾经的继母。 一些资历颇长的人知晓,四百多年前赤水市大婚,屠山市便是以此礼相贺,不知今时今日,屠山市再送贺礼,各种滋味如何。 小妖表面,维持着得体的笑容,心中暗自赋菲,又来了,香柳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小妖,用蛊虫传递给她讯息,这次,她可没顾我来抢婚。 小妖不甘示弱,也用蛊虫回复道,放心,除你之外,这世上无人能将我从婚礼上抢走。 待到李丹唱和完毕,悠扬悦耳的钟庆声响起时,李官高声唱道,及时道。 一拜天帝,小妖心下略带紧张,同向柳一起叩拜天帝,二拜尊长。 由于香柳身为鬼方氏长老,并无父母,今日来送亲管理的人是小妖的哥哥专虚和阿念,二人便以半礼拜过正座的三位。 正在这时,一个声音从正厅外传来,打断了婚礼,小妖不要嫁给她。